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妈中奖后一夜抱负 弟媳妇却带着肚子来我家收割财富 肆意挑唆 大姑姐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凭什么跟褶抢财产 我妈支持我杀回去 打弟媳的脸 哦 弟媳 我的褶和我妈没血缘关系 你怀的是谁的种 我妈中了千万大奖 让我赶紧回去分钱 我带着女儿刚回家的时候 后脚 我弟带回来了一个女朋友 姐 您好 我叫刘杨 是培育的女朋友 刘杨笑嘻嘻地看着我 自来熟的样子让我很是亲近 全家十分欣慰培育找了女朋友 我妈笑得嘴巴都合不拢 好事啊 我们家双喜临门 我前面中奖千万 后面儿子找了女朋友 一定是列祖列宗保佑我们家 看到父母开心 我也是满眼欣慰 女儿啊 我先给你转一百万 你带孩子不容易 当妈的以前也没给过你什么 心里一直觉得过意不去 刚坐下来 我妈就要给我转一百万 我并未拒绝 毕竟谁会拒绝那么多钱呢 正当我要感谢我妈的时候 刘杨忽然横插一嘴 家里东西不都给儿子的吗 财产不都是给儿子继承的吗 刘杨虽然带着笑意 但是那笑意不达眼底 让我觉得十分别扭 我妈脸色一变 在看刘杨的时候 眼神陡然变了几分 此时我弟打电话去了 并未在身边 暂时不知道我弟的态度 静默了一会 刘杨可能觉得说错了话 他尴尬地对我解释 姐 我不是字面的意思 就是无聊的时候 在网上看了很多东西 都是那么说的 也有一些姐姐自己说 只要娘家好 财产给弟弟都无所谓 所以我只是好奇罢了 姐姐 为了聊表歉意 我把我刚买的手镯送给你 说吧 刘杨便从手腕上 取下了崭新的金手镯 这手镯按照市场价来说 好歹值三五万左右 对方认错的态度很好 我弟年纪不小 都快三十了 好不容易找个弟媳妇回来 我应该包容并且爱护的 没什么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这手镯我不能收 我不随意占别人的便宜 可是刘杨非得把手镯给我 对此 我和我爸妈对她好感度不断上升 我妈低声对我说 人都有毛病 没十全十美的 刘杨可能就是说话直一点 但是本性不坏 我身以为然 晚上 我拿着手镯要去换钱 我打算换钱之后 在家点前转给刘杨 可是金店的老板对我说 不值钱 杀金 不是纯金 两元店大把的 你怎么分不清金银呢 我的心秃秃的 耳朵嗡嗡的 杀金 不是纯金 到底是我被刘杨欺骗了 还是他被人欺骗了 我不懂 怀着这样的心思回家之后 我问裴玉要了刘杨的联系方式 姐 刘杨是我的女朋友 是我好不容止喜欢的 你不要轻易得罪她 万一把我女朋友搞丢了 我就是光棍了 我点点头 心里了然 很快 我加了刘杨的号 潜入她的空间看了 结果看到她的职业 就是在金店上班 这就邪门了 在金店上班 难道不清楚 送给我的是假东西 可见她就是故意的 看我这个未来的小姑子不顺眼 但是我却不敢告诉爸妈 因为爸妈挺喜欢刘杨的 直到我妈要继续给我转一百万的时候 闺女 上次给你转一百万 发生了一点小误会 今天我继续给你转 我妈拿起手机 又要给我转 可是在输入密码的那一刻 刘杨又来了 她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上门 看到我妈即将给我输入密码的时候 她忽然说 我怀孕了 我妈着急把手机放下 然后激动地拉着她的手 嘘寒问暖 什么时候的事 哎哟 我要抱孙子了 我有孙子了 女儿 你要当姑姑了 我爸文言 直接从厨房跑出来 和我妈 还有我弟 一起把刘杨包围起来 好似刘杨才是那个被众星拱月的人 我没出嫁之前 是家里唯一的公主啊 爸妈和弟弟都很疼爱我 把我爱到骨子里的 可此情此景让我有些伤感 或许什么都变了 或许女孩子长大了 注定是没家的 真的和网上说的一样 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家里的一切和我没关系了 我心里有点沉闷 可刘杨的眼神 就好似一记寒光似的 定在了我的身上 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 我竟然看到她对我挑眉 当我再次要看清楚她的时候 她对我露出一个 人畜无害的微笑 叔叔 阿姨 裴玉 姐姐 我才怀孕不久 接下来 我希望能赶紧结婚 但是马上的话 希望家里能拿出一些诚意 毕竟我将来要孝顺爸妈 当你们的亲闺女 给你们养老 听闻刘杨的话 我爸妈又激动了起来 我妈霍达地拍着胸口 反正我家现在很有钱了 彩礼给你一百万 另外全款买房子 再给你们买车子 反正你们需要什么 我们买什么 一定要风风光光 刘杨乖巧无比地点头 谢谢爸妈 那彩礼现在可以转给我吗 当然可以 我妈拿起手机 要给刘杨转账 可是看到是给我输入密码的页面 于是我妈点击了密码 随后我手机叮咚一声 我的信息提醒我 道账一百万 刘杨却惊讶地问 妈 您给姐一百万了 是啊 我们家里都是一碗水端瓶 给你一百万彩礼 就要给我女儿一百万 给你们买了房子 也自然要给她买 反正一块钱里 有五毛是儿子的话 另外五毛必须是女儿的 这不 这一次给你们花多少 就要给我女儿多少 我惊诧地把目光 放在我妈的脸上 我妈好像会发光一样 她真的很爱很爱我 从来都是一碗水端瓶 原本我心有欺欺然 以为家里多了弟媳妇 爸妈的天秤 自然会偏向弟弟 可想不到 我妈竟然如此三观 妈 姐结婚了 你给她钱 就等于帮助了姐夫 不是给外人了吗 她生的孩子也不姓陪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而且以后养老 是我们夫妇啊 难道还指望姐姐和姐夫吗 见我爸妈不为所动 甚至是诧异地看着刘洋 刘洋着急慌忙 恨不得跳脚地对我说 姐 你是姑子 要自觉一些 哪里有出嫁的姑子 往家里抢财产的 你要两头吃吗 婆嫁和娘嫁都想要啊 你的良心呢 刘洋还没有进门 就把炮火就对准了我 我忍住怒气不言不语 毕竟爸妈的心愿 就是我们姐弟以和为贵 我是爸妈的命根器 弟弟也一样 任何不利于家庭团聚的话 我不敢乱说 也不敢瞎搅和 我妈看到了我的隐忍 她拉着我的手 把我拉进了她的卧室 闺女 我们不是重男轻女的家庭 我不会有丝毫的偏心 但是眼下看出来了 刘洋是要霸占原本属于你的一切 我的意思是 我先把钱给你 除了一百万之外 我再给你五百万 我想你们把钱分干净 剩下的她看着办吧 反正以后她嫁进来 我和你爸不会跟她住在一起的 我妈是善良的人 听闻刘洋怀孕之后 骨子就认定了 刘洋是我家的人了 给我六百万 意味着也要给我弟六百万 我十分感动 谢谢妈 但是暂时不着急 等过几天再说吧 毕竟现在若是把钱给我 无疑是火上浇油 我们再多观察多看看 好 你放心 给你的钱 爸妈一分都不会动 别人也别想动 我的神仙妈咪 我忍不住抱着我妈亲了一口 可是没过几天 我的一个朋友在凌晨找到了我 陪玄 我给你了一个链接 你赶紧打开链接看看 我好像看到你妈被网爆了 但是不确定那个背影是不是你妈 我十万火急地点开链接 看见一个视频里 我们家人都在 我被打了马赛克 我爸也是 我妈距离最近 露出了侧脸 但是没打马赛克 视频的标题就是 井浩婆婆偏心当着我的面 给了小姑子一百万 井浩 伴随而来的是她五百字的控诉 未来的婆婆十分偏心 我第一次上门她就给我下马威 说我是一个外人 说未婚先孕怀了孩子的女人不干净 甚至逼迫我打掉孩子 还当着我的面说 小姑子才是自己人 他们一致对外 没人护着我 当媳妇真的好惨 刘阳很会卖惨 她发的这个词条 很容易上热门 哪怕她用的是一个胡号 但是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婆婆没几个是好东西 你把孩子打掉 寄给他们 或者是放在他们的门口 楼上的说风凉话 可不能这么便宜了他们 如果是我 我把婆家一把火烧了 什么未婚先孕的女人不干净了 她不是女人吗 小姑子不是结婚嫁人了吗 嫁出去的闺女回来搅和什么 果然姑子都是贱人 阿呸 上千的评论都在辱骂我妈和我 看到辱骂我的话 我倒是无所谓 反正对于网络的风气 我知晓七八 姑子婆婆不配呼吸式网络常态 但是辱骂我妈 我不能忍 我妈是端水大师 怎么能遭此厄运 于是我发了评论 不知全貌 不予置评 你们就听信一面之词吗 难道婆婆和姑子呼吸 都是错误的 我的评论 发上去不足十分钟 便收到了几十条评论 对 不配呼吸 婆婆和姑子这两个生物 怎么不绝种呢 天底下无不适的儿媳妇 但坐腰犯贱的婆婆一堆 你肯定是姑子 果然姑子都是贱人 我深呼吸一口气 但是一颗心依旧上蹿下跳 这些言辞如无形的针 细细密密地扎在我的身上 我忍不住回复 可这个博主也是姑子啊 家里也有弟弟 你们家里没嫂子弟媳妇吗 你妈不是婆婆吗 原本小视频里都是怨气的评论 所以凸显出 我的评论是格格不入的 人类惯用的双标 马上显现了出来 我是姑子 可我不搅事 我妈是好婆婆 对我嫂子和弟媳妇好的很 可没视频里的恶心 我笑了 好不好不是他们自己说了算 对他们的嫂子和弟媳说了算 看着他们此起彼伏的双标 我只觉得讽刺不已 晚上吃饭的时候 裴玉带着刘洋来我家了 刘洋拿出币抄单 递给我爸妈 爸妈 这是你们的孙子 除了币抄单 还有燕血的单子 不过我手机拍了照片 给你们看看性别 随后 刘洋得意地打开手机 给我爸妈看了胎儿的性别 他嘴角上翘 十分得意忘形 我爸妈也分外激动 一个劲地说 好好好 彩礼的是约到明天 把你爸妈全部约过来 你们要什么 只要合理的 我家都会给 是吧 爸妈 那我要一百万彩礼 还有培育的继承权 家里的东西不能给孤子 不能便宜了外人 可以吗 刘洋抚摸着平坦的肚子 语气和绿茶精似的 扭捏造作 听着就让人发佑 爸妈闻言 原本高兴的神情 顿时步上了一层乌云 我弟放下手机 眼神在我们脸上扫视了好几圈 随后 他慢悠悠地起身 爸妈 姐姐 说句公道话 刘洋有很多地方 的确做得不好 他不该咄咄逼人 不该阴阳怪气 也不该母瓶子贵 我逐渐松了一口气 爸妈也一样 我们迟迟不问弟弟的意见 就是不把弟弟拉出来纠缠 害怕他的心在流氧那边 所以这段时间 把他当若有若无的空气 保留我们美好的幻想 可就在我们松弃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 培育的语气又陡然严肃了起来 他的毛病是不少 但是有一句话说得对 姑子不配回娘家争抢东西 我周围的圈子 但凡有兄妹或者姐弟的 基本都是姐姐或者妹妹 给哥哥弟弟买房 买车 赡养父母的 为什么我们家要例外了 培育的话 让我浑身发抖 不是被气得不受控制的发抖 是我觉得心寒到发抖 即便心寒了 我也不敢吭气 或许是被网络破惨了 有时候自己也会洗脑 只要爸妈开心幸福 不给我任何东西我也会孝顺 我妈却亮亮呛呛地站起来 她刚才明明是坐下的 她眼神惊恐 却又不敢相信地问培育 你说什么 培玄是你的姐姐 那个时候我们条件不好 是你姐姐供养你上学出来的 她比你大了将近十岁 她对你比我对你还要好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妈的声音在颤抖 每个字都带着和昔日不同的音色 我立马扶着我妈 却发现她的哆嗦的手 冰冷如水 我心疼万分说 爸妈 我不要了 我不要你们的东西 你们高兴一点 我妈死死地捏着我的手 把我缓缓地拉进屋子里 砰的一声把门给反锁了 在屋子里 我妈翻箱倒柜找了很久 才找到一份证件 女儿 你好好看看你弟弟的身份 我寻摸着看过去 只见作废的证件 由我弟弟的陌生的身世 培育 是我死去的姑妈的孩子 我正愣地看着我妈 眼里写满了震惊 我一直以为培育是我的亲弟弟 是我妈十月怀胎生出来的儿子 我妈抽烟了一会 勉强带着一点理智说 是的 你姑妈是我的小姑子 我小姑子生培育的时候 难产去世 她刚出生 我就抱回来 我瞒着所有的人 从农村搬到城市生活 然后告诉所有的人 培育是我生的 其实 她和我毫无血缘关系 尘埃在阳光的照耀下 就好似会游动似的 我看着阳光下的尘埃 回想我九岁的时候 我妈忽然抱回来 一个孩子 并且笑嘻嘻对我说 妈给你生了一个弟弟 你以后要对弟弟好点 起先我会觉得 弟弟来得蹊跷 可是我妈总说 给我偷偷地生了一个弟弟 总说弟弟在他肚子有多调皮 所以久而久之 我就认为培育是妈妈生的 如今看来 培育只是我的表弟 并非我亲弟弟 我浑身的紧绷感 忽然就没了 我妈抱着我 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 原本这个秘密 要烂透一辈子的 哪怕你弟弟装死 我都会把他摘出去 毕竟我对他和你付出的 一样的心血 完全把他撇除的话 我不甘心 可是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 等他们继续做妖 我到底要看看 你弟可以做妖 到什么程度为止 我妈给我打了镇静制 我安静了 在携手 我妈出门的时候 我们并无太大的情绪起伏 倒是我爸 一脸沉闷 看到我们出来 我爸坐下来 继续扒拉着饭菜 陪玄坐下来陪妈妈吃饭 我温顺地坐下来 也开始扒拉着饭菜 刘阳和裴玉一头雾水 两久 裴玉才继续发话 难道不该遵循传统吗 不都是养儿防老吗 既然女儿养老靠不住 那为什么要分财产呢 我把话放在这里 若是要把我的财产分给姐姐 那我就带着刘阳离家出走 让你们断子绝孙 我妈默然地抬眸 瞅着裴玉 半赏裁慢悠悠地说 吃饭 再瞎比比 所有的产业都给你解 我妈一句话 就让我弟和刘阳哑然了 随后两记眼神和刀子似的 在我身上来回滚动 我装作看不见 吃吃吃吃 吃什么吃 不吃了 我把孩子给打了 反正你们也不在乎我 更不在乎我的孩子 刘阳在我们大口大口吃饭的时候 破防了 看着暴怒的刘阳 我碰得一下放下碗筷 碧莲呢 在谁的家里 谁给你的脸子 不仅在我家大吵大闹 还发小视频买热门网爆我妈 却又舍不得吃我家的红利 你好意思吗 得知弟弟的身世后 我再也不怕撕破脸 反正不是亲的 我没必要害怕 刘阳直勾勾地盯着我 下一刻却梨花带雨地拉着裴玉 姐 你真的要当脚家精吗 如果我把裴玉的孩子打掉了 你赔得起吗 说吧 她就开始抹着眼泪 裴玉的眼神和利剑似的 往我的身上挖过来 恨不得把我连皮带肉的撕碎 我蹭得一下来火了 用尽力气把桌子掀开 那就不吃了 反正我和爸妈吃饱了 你们喜欢盯着我就盯着 若是盯着我能饱的话 也算做了善事了 放开手脚的我并不好招惹 我不想把爸妈拖进来 他们年纪大了 只需在边上看着我创死见男见女就可以了 我这番举动 被爸妈投来赞许的神情 使得我更加的大胆 爸妈 裴玉 糟了 我的肚子好疼 爸妈 你们的孙子 忽然 流洋死死地捂着肚子 哀嚎不绝于耳 我爸妈急忙上前扶着他 担心不已 当然 我爸妈心肠好 哪怕是一条熟悉的狗来我家饿肚子了 我爸妈都会内疚 还别说流洋是个人 流洋看到我爸妈嘘寒问暖 还以为可以凌驾于我之上 所以他迅速给我投递了一个挑衅的眼神 肤浅而又幼稚 我弟要求把流洋送去医院看看 我爸急忙说 我去开车 我妈给了我一个安慰的眼神 我去拿钱 五分钟后 他们一行人离开了家里 我原本打算在家里等我爸妈的 可是我刷手机的时候 看到流洋的胡浩又更新了 隔着手机屏幕 我依旧感受到那一股怨气往外渗透 景浩给你们说说我的姑子景浩 视频里是无数照片的拼凑 仔细一看 都是流洋的生活照 其中不少照片带有伤痕 比如说挠伤的 烫伤的 或者是擦伤的 但是文字区域 又是流洋长达五百字的小作文 没错 都是姑子干的 她想独霸老公的家产 背后对我采取了暴力 这一次我差点小产 也是我姑子推的 公婆的每分钱 她都想拿走 世界上竟然有如此狠毒的姑子 评论区又是潮水般对我的辱骂 我能想象 此时流洋肯定是靠在弟弟的怀里 伸出鲜鲜食指在打字 然而开车的是我爸 副驾驶的是我妈 她坐在我家的车里骂我 难为她了 还没有去医院 就开始造谣我 我把所有的证据搜集起来 为了给她狠狠一击 我故意换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号 发了评论 弟媳 你怎么骂我呢 我是你姑子 你这么恨我吗 我的流言 就好似在海里放了血 顿时吸来了无数鲨鱼 首先回复我的是刘扬 姐 你还要打我吗 我给你认错了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给你磕头了 你如果觉得我嫁给你家 是抢走了你弟弟 那么我退出去 你可以和你弟弟结婚的 但是求求你不要打我了 我害怕 和我弟弟结婚 她长得乖巧可爱 但是三观太恶心 哪怕我妈给我吃了定心碗 此时我的也觉得 胸腔好似被人点了一把火 马上要炸糖 很快 我被彻底地围攻 无数人狠狠地撕咬着我 恨不得把我五马分尸 我气急败坏 把手机丢一边去 眼不见心不烦你 半个小时后 我妈火急火燎地打电话叫我 女儿 你赶紧来 啊 救命 紧接着我听到一阵剧烈的撞击声 随后电话没音了 我心里被人捏了一把似的 着急忙慌地赶去了医院 医院门口 我的爸妈浑身是伤 电话碎平 周围围着不少警察 裴玉和刘洋和林宇的安纯似的 站在一侧 妈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哥哥都被抓进去了 你们就原谅我哥哥吧 他也是为我好 对不起 刘洋哭着 对我爸妈恳请了一番 我用百米冲刺的速度 跑到我爸妈的跟前 扶起了我爸妈 爸妈 怎么回事 女儿 我们被刘洋的哥哥打了 他哥哥以为 我们对他不好 所以找人 对我们撒气 威胁我们给彩礼 买房子 买车子 反正很复杂 我妈解释了一遍 我彩礼清楚其中的头绪 原来如此 刘洋整天用胡号 胡作非为 日常卖惨 所以误导了他哥 他哥还以为 我家对他不好 对他穷凶极恶的 的磕带 所以才找人打我爸妈 我气得咬紧后牙槽 要不是警察 在现场 我肯定把刘洋 给薅个秃头 才解恨 姑子 对不起 我给你们磕头了 请你们宽宏大量 不要把我哥哥送进去 我就一个哥哥呀 求求了 说吧 刘洋当众给我们下跪 他炸裂的表演 狠蛊惑人心 培育情绪激动地 把他从地上捞起来 死死地搂着他的肩膀 然后对我们咆哮 他做错了什么 你们为什么要逼一个孕妇 你们什么都不想出 还想白得一个孙子 谁欠你们的 爸妈 不要怪我说话难听 如果你们不谅解 不把他哥哥放出来 我和你们真的断绝关系了 从今以后 我不会叫你们爸妈 你们就真的断子绝孙了 刘洋在培育的撑腰之下 又越发的嚣张 那眼神都不可一世 我气得靠在墙上 大口大口地喘息 我爸妈气得脸色煞白 就好似生了大病 看到爸妈的样子 我知道 手撕培育和刘洋的 必须是我了 于是我当众打了报警电话 仪式感还是需要的 和面前警察四目相对的时候 我把刘洋诽谤我的证据 交给了警察 警察叔叔 我押告刘洋诽谤我 引导人辱骂网报我 刘洋胡浩那边 此时不断有人给我私信 对我烧香点辣 辟一罩 简直惨不忍睹 这样品性恶劣的人 最好都打包送走 在绝对的证据面前 刘洋很快就疲软了 他惊恐万分地对警察解释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孕妇啊 你们看 我肚子有孩子 你们不能把我带走 再说这都是家里的事 我们是一家人啊 刘洋卖惨开始 她越惨兮兮的 培育越是心疼她 于是紧紧地把她 孤在她的怀里 并且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 爸妈 啪 我妈一巴掌扇过去 废物东西 我们不是你爸妈 我们和你没关系 原本不想告诉你这一切的 前一刻我都在顾念着 我们的母子感情 但是你不配 你不分是非黑白 脑子就只有女朋友那点事 其实你根本不是我们亲生的 你和我没血缘关系 你的身份是我小姑子的儿子 我妈那么温顺的性格 此时也被逼急了 当我妈说出这一切的时候 我知道她失望了 对培育失望了 若稍微有点期待 她永远不会公布这个秘密 培育眼睛瞪得圆溜溜的 和两个滚圆的珠子似的 妈 你造谣我的身世 不是造谣 不信的话 回去跟我看你的出生证明 我妈不顾浑身的伤痕 带着他们回去了家里 把出生证明找给他们看 看到证件的那一刻 培育和刘洋傻了眼 妈 您永远是我妈 您是我妈妈呀 以后也是我妈 我答应财产对半分 对对对 我和培育都答应财产对半分 以后小姑子一半 我们一半 我们再也不闹了 对不起 我立马把我的号注销了 我给小姑子好好道歉 刘洋的脸色都是煞白的 给我妈道歉之后 便转身要给我下跪 我立马躲在我妈身后 她的下跪我承担不起 太不讲礼法了 小姑子 对不起 是我不对 我总觉得结婚要有安全感 所以超稍微霸道了一点 请给我知错能改的机会 刘洋和猫似的 温顺而又可怜 眼泪珠子似的往下坠落 我从未见过演技这么好的三次元真人 我以为只有电影里的影帝 才有这样的演技 太秀了 可能心疼自己的女朋友吧 培育开枪了 但是姿态却不如刘洋那么低 她应应应委屈地说 虽然我不是亲生的 但我也是辙啊 爸 我和你还是有血缘关系啊 您不能不管我 讽刺道 什么关系 你们不是说姑子是外人吗 口口声声说 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怎么 难道我姑不是嫁出去的闺女吗 这就叫做回旋标 用圣人的要求对别人 用贱人的要求对待自己 看着培育脸色煞白 半赏放不出来一个屁 我就觉得爽啊 我妈也在一边毫无感情地说话 所以家里的东西别贪了 以后家里的一切都交给培璇 你们自立门户去 外面的房子我也让人换了锁 既然你们性格那么烈 想必也很有本事自立更生 有本是个鬼 培育学习不好 是一个初中毕业的网瘾胜男 这些年 他没挣过几毛钱 几乎都靠爸妈每个月 一万多的养老金扶持 现在 我爸妈心寒撤退了 我看他将来用什么维持生活 刘洋惨叫一声 发疯似地抓了一下头发 还对培育撂下话 孩子我会生下来 家里的事你必须要搞定 到时候我们娘俩过什么日子 全靠你了 说吧 刘洋转身走人 好似培育是个瘟神 我妈对培育失望而冷淡道 家里不欢迎你了 你也走吧 以后自立门户 你有钱也好 没钱也罢 都和我们无关 你有钱了 我们不眼红 没钱了 我们不嘲讽 我们母子情分断了 培育瘫在地上 脸上写满了惊慌 她以前多有狂 此时就有多怂 爸妈 对不起 是我的错 我的错 我现在身无分文 你们要是把我赶走 不是要我的命吗 也对 我的命是你们养大的 如果要我走 我就死在家里 培育是不会走的 一旦离开我家 她什么都不是 养活自己都难 留在家里 她起码可以蹭吃蹭喝蹭住 我妈刚要说什么 我立马打断我妈 好 弟弟 你好好住在家里 我妈被伤透了 对我弟肯定保持驱赶的态度 但是我必须要阻止 因为万一把他赶出去了 我怕他苟急跳墙 对我们做不好的举动 培育骨子原本就凉薄自私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钳制他 再耗损他 让他知道我们的态度 培育依旧住在家里 但是我妈再也不给他煮饭 不与他打招呼了 哪怕他每天妈妈妈妈的叫 我妈也浑然不觉 再不与他分享家里的任何秘密 此期间 我叮嘱我爸妈 你们的财产 我是不会要的 而且我建议 你们把所有的清钱财都保管好 密码什么的都不要告诉任何人 从现在开始 你们全世界的旅游 不过在旅游期间 也可以把房子卖了 我觉得爸妈的钱是他们自己的 我有手有脚 可以自己创造 经过我的一番劝说 我妈把所有的钱归笼 然后在旅游的途中 我给了我弟弟致命两机 爸妈已经把所有的钱财给我了 家里的房子也要卖了 最近挂在中介去了 从今以后 每天都有上门的客人 你若是感念爸妈的养育之恩 最好不要作妖 因为房子不是你的 你作妖一次 我们就报警一次 我是打电话告诉裴玉的 听闻我的话 她又着急于愤怒 但是我不会给她那么多说话的机会 很快 刘扬得知了一切 便上门纠缠裴玉 我爸妈旅游 我又躲起来了 他们找不到我 所以刘扬找了裴玉 希望裴玉给力点 为她争取一点利益 争取什么 不都是你自己做没的吗 若不是你造作 非要闹着孤子不配 能有现在吗 我们乖乖分那些钱不香吗 是你害了我 裴玉失去了一切 连养活自己都难 自然不会在乎那点爱情了 爱情和面包 根本不能想相提并论 就这样 裴玉转移了怨恨 把刘扬殴打流产 刘扬没想动裴玉那么窝囊 脑子里都是抱怨 于是和裴玉划清界限了 可刘扬原本身体就不太好 经过小产后 更是落下了不孕不遇的病根 而裴玉随着房子被卖 她无家可归了 她出去送外卖 当服务员 去流水线 轮番打鱼晒网 这辈子 她别想正儿八经 做任何一件事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弟弟找了一个怀孕的女朋友 我们全家皆大欢喜 爸妈更是尊重弟媳 自动加高彩礼 当我们从二十万提到三十万彩礼时 弟媳妇却笑了 娶我不容易 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我爸妈养老卡 必须交给她 第二个条件 彩礼三十万 不能要求她拿一分钱赔嫁 第三个条件 她来我家是当媳妇的 不是当保姆的 以后在家里 她食指不沾阳春水 这几个条件 我爸妈都答应了 可是没想到 结婚第二天 弟媳妇便提第四个条件 第四个条件就是 我嫁到你家来 不喜欢人多 大姑姐就应该搬出去 媳妇罗云进门第二天吃饭时候 忽然提出自己的第四个条件 没想到 她一开枪 便是让我滚出家门 我放下手中碗筷 在众人惊讶之中高声询问 弟媳 你想赶我走 罗云扶着微微隆起的肚子站起来 她居高临下看着我 大姑姐 我的意思很明显 我结婚了 你就必须从家里搬出去 明白吗 为了让她自己意思传达更加清楚 她竟然伸出手 在我胸口戳我一下 十足一个当家座主女主人派头 妄想将我拿捏致死 爸妈吓得在一边 默不作声 低头吃饭 弟弟更是闷头 当作没听见 罗云把力气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 这是看我长得矮小 一副老实人相貌好欺负 弟媳 你已经提出三个要求 我们家里都满足了你 可第四个要求 你是怎么好意思提出来 我大姑姐怎么了 我是大姑姐 但也是家里的一份子 这个家有我一份 啪的一下 弟媳把筷子重重地放在桌子上 一碗鸡蛋汤被震下来 白此碗顿时四分五裂 大姑姐 自觉一点 你你都三十岁 哪个三十岁的女人不结婚 还在家里影响嫂子弟媳妇 你拖累爸妈 拖累你弟吗 要知道 过了三十岁的女人还不结婚 在家里就是累赘 当你弟谈恋爱那一刻开始 你就应该有觉悟了 这个家你不配待 因为你是姑子 人人唾骂的姑子 懂 弟媳妇说教的时候 宛如一个资深学家 丝毫没意识到自己的荒诞 这番话 让我原本爱护他的心思 瞬间冰封瓦解 他不配得到我的尊重 前面三个条件 他也不配 至于这房子 是我出钱盖的 现成的房子 也是我出钱买的 我是自媒体职业 难不成在他口中 是窝囊废物的无业游民 弟媳 我刚想理论几句 但弟媳妇捂着肚子 对我爸妈呼来喝去 结婚之前 你们答应了我的条件 家里的活不让我干 可是家里的饭菜不好吃 我喜欢榴莲车梨子燕窝 你们若想赎罪 就去给我买这些东西回来吃 还有 把我床铺好 我喜欢粉色床单 给我换掉白色的 我喜欢遮光窗帘 也给我换掉 我可不想每天 被光线刺眼而醒来 我喜欢睡到自然而然 还有 没事不要在我面前处 孕妇容易心情不好 影响我心情 孩子也会不健康 说吧 而媳妇屁也不再放一个 便扶着肚子上楼去 妥妥给我一个大下马威 我和爸妈面面相去 我妈那个时候怕婆婆 没想到自己当婆婆后 竟然怕儿媳妇 她开枪时 声音都在发抖 女儿 别计较那么多 她怀着肚子十分敏感 你有什么心思 都留着生完孩子再说 毕竟现在娶媳妇不容易 家里又出了那么多彩礼 我和你爸接下来 还要锻炼身体 以后带孩子呢 我笑了 我笑弟媳妇 十分蛮横不讲理 可是爸妈 却选择第一时间妥协 果然老得怕凶的 弟弟甚至低着头 并不打算开枪 我气不过 一巴掌拍到弟弟的肩膀 质问道 你什么意思 你媳妇看来 也不是好好过日子的料 依照我看月份还小 可以打掉孩子 也可以离婚追回部分彩礼 这是目前最好的解决法子 归根结底 还是我弟 我弟不该把人家肚子弄大 在我看来 这种是唯一的解决方式 罗云不能要 但是流产这种事 需要给他补偿 我弟支支吾吾半赏 最终窝囊道 算了 娶媳妇不容易 我觉得他不错 我得对他负责 弟弟表态后 我妈神色为难说 你弟说得对 罗云是有一些性子 但我也不是不能忍 女儿 家和万事兴 我爸也点头道 家和万事兴 人家女孩子嫁给我家 我们就要对人家好 爸妈就是这种性格 怕是任何时候都做不了主 遇到困难和复杂 他们习惯性逃避 哪怕心里不乐意 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爸妈弟弟表态立场 我也不能扫兴 不如忍忍算了 若是他再造次 大不了生孩子后 我亲自让他滚 那只次日起来 罗云再次看见我待在家里 他脸堪比锅底 他直接走上前 恨不得把手指头戳在我的脸上 大姑子 你怎么还不滚呢 这个家 我是女主人 从进你家门的那一刻开始 你就应该有这个觉悟 怎么 你想当个狡家精 让全家鸡犬不宁 罗云的唾沫星子都飞溅到我脸上 态度十分恶劣 爸妈和弟弟比昨天更为夸张 几乎蜷缩起来 大气不敢喘 对我的时候 也不见他们这般窝囊 如今 罗云怀孕发脾气 反而把他们弄得服服帖帖 不知道是悲是喜 无人撑腰 只能我自己来 弟媳妇 要走也是你走 你闭嘴 他都怀孕了 你还打算刺激他 弟弟忽然站起来 忽在罗云面前 那眼神对我十分不善 的确是一个好老公人选 是怀孕了 所以我要把丑话说到前头 这房子是我出钱盖的 得让他知道 我不会走 原本我以为说房子 是我盖的 罗云能尴尬 能心虚一下 可是我低估了 他厚颜无耻的心思 他听闻之后 眼里直接发光 就好似打了鸡血 他走到我跟前 目光和我对视 大姑姐 你瞅瞅周围 多少姐姐妹妹 给家里哥哥弟弟盖房子 买房子娶媳妇的 但是没有一个姐姐妹妹 会留在家里 像你这般无耻 别说这三层是你出钱盖的 就算是你盖十层 也和你没关系 随后 罗云找了好几个新闻发给我 新闻里 都是姑子在娘家不受待见 以及离婚回家的姑子 根本没资格建房子 看到没 你知道 你为什么能建房子吗 因为那宅基地 是你弟弟的 家里有男的 若是有姐姐妹妹 你以为你有资格建房子 你都不知道 沾了你弟弟多少光 怎么就不知道感谢 反而不知廉耻 罗云满意看着我的神情 我也的确震惊万分 看着那些新闻 灵魂都被抽走了一般 并非我从骨子里觉得 这一切我无理 是我觉得 这些人写馒头的案例 十分可耻 吃姐姐妹妹的一切 却转身 对姑子厌恶十足 姑子不配呼吸 没想到 这一套竟然被罗云 拿来我家玩弄 原本想着她是孕妇 我应该里让三分 可如今不能了 我冲进去她的房间 把我之前买的新婚礼物 床单被套 全部拆下来 当着她的面 我一把火点燃 火势熊熊 罗云五官扭曲 她拼命喊叫 寒息 你TMD的干什么 那是我的东西 你把我的东西烧了 你助手 都是我的 你凭什么 凭什么 我的双眼 好似能喷火似的 走到她跟前 若不是她怀孕 我可能直接扇巴掌 我薅住她衣领 在她耳边狠狠道 这个家里 你不是女王 我也不会搬走 你说破天 我也不会搬走 大不了好死 看我们谁怕谁 罗云阵阵惨叫 引得我弟急忙过来 他一把拉开罗云 把她护在身后 面对着我 我弟眼里 迸射出冰冷的光 姐姐 她是孕妇 你厉害 你别针对一个孕妇 那么厉害啊 你有本事 你别占用我的宅基地 村子里的基地 可都是男人的 你有本事 自己去建房子啊 罗云之事 我只是觉得十分气愤 但是 我弟跟我撕破脸这一刻 我只觉得窒息 一股炖刀割肉的痛 绵延到我的四肢百骸 心口被收紧一般 不能呼吸 这可是我的亲弟弟 我为这个家当牛做马 只想着爸妈和弟弟好便是 我从未想过 马上去结婚 我只想和他们在一起 热热闹闹 家和万事兴 结果却成了他们眼中的 多余之人 我转过身 扫尸了一圈我爸妈 却发现 爸妈在哆嗦摘菜 对这一切熟视不睹 我弟得意道 姐 爸妈年纪大 这种事没办法指望你 除非他们选择你 除非你能撑着他们 否则他们难以选择 是啊 爸妈难以选择 当下已经不是单纯 选择的问题了 而是家庭的内耗 是不得不面对的极端扭曲 我伸出手 一巴掌扇到弟弟的脸上 怒斥一声 废物东西 我弟伸手响打过来 我急忙到 有本事你出手 你的电脑手机 我全部拿走 那些东西 是我之前给他置办的 罗云压根不知道 我对家里的贡献多大吧 没事 他以后会慢慢知道 若是我摆烂不管 家里是多大一堆烂摊子 可我的方式 还未带来明显的后果之实 爸妈俨然沦为罗云的保姆奴婢 是那种让人十分屈辱的保姆和奴婢 让人瞬间火冒三丈 我从未见过我爸妈那么悲惨和沧桑的样子 罗云竟然在爸妈面前指高气昂 妈妈 我是儿媳妇 不是保姆 煮饭我不弄 洗碗我也不弄 以后家里的一切家务我都不会做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爸 你还年轻 才刚五十岁 这个岁数还能去工地一天三百 你和妈那点养老金加起来也有三千 还不够我买榴莲吃 你赶紧出去去工地上班 给我赚钱 我肚子里怀着的可是家里的金孙 好厉害的语气 光听着就觉得胸口爆炸 可是我平息了一下怒气 只觉得我爸妈窝囊 都这个时候了 还不懂反击 明明他们自己不喜欢罗云的所作所为 我妈擦着汗水 对罗云讨好道 儿媳妇 你说得对 是我疏忽 以后在家里保证 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干 每天吃好喝好玩好就行 转身我妈踢了我爸一脚 赶明就去工地 赶紧去赚钱 我爸也擦了一下汗水 猫试得点头 好 我明天就去工地 罗云心满意足 点头说 这就好 爸妈 家不是我一个人的家 是我们一家人的家 婆婆该做什么 你知道吗 罗云说话时 眼神瞅着我 挑衅十足 我妈急忙回答 我知道 老人家就该出钱出力闭嘴 你若生孩子 我带孩子 不能催二胎 你想生几个都可以 家是靠三代人的托举 我都知道 儿媳妇 我熟记于心呢 我微微闭了一下眼 简直没眼看 我那老实巴交的爸妈 让我无话可说 不过 道路是他们选择的 人个有命 尊重他人选择 只要不找我查就行 和罗云几次交手后 他起码不敢再对我蹬鼻子上脸 以后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作没看见 可是自从我爸去工地赚钱那天开始 罗云对我妈呼来喝去 更不把我妈当人 而是当老畜生 老灯 我回娘家 你就给我拿一箱牛奶 我告诉你 对我不好 对我爸妈不尊重 以后我就不给你养老 我妈急忙点头哈腰 是我错了 儿媳妇 我给你重新准备 牛奶不够 把你房间里的几瓶罐头拿出来 给我准备好 知道吗 我妈带着哭腔道 我知道 我理解 我现在就去准备 我妈在屋子里翻腾一气 罗云在外面骂骂咧咧 两酒 我妈才把东西准备好 伴随罗云出门 我下楼看见 我妈肿胀的双眼 以及面前堆积如山的鞋子 都是罗云的 我妈在一只一只给罗云刷鞋 这些鞋可不好洗 以前我舍不得累我妈 但是罗云 算了 深呼吸 这是我妈自己的选择 妈 好好洗 洗干净一些 你儿媳妇要穿呢 我打去靠在门口 我妈抹了一把眼泪 缓缓道 家和万事兴 女儿 爸妈只有这点出息 虽然你看不惯 但是我们无能为力 我年纪大了 身体又不好 折腾不了 老一辈很多人都是这个想法 我理解 但是并不赞同 也不支持 只要我自己过得好就行 半个月后 家里的生活用品断了 妈 洗发膏呢 沐浴露呢 护发素呢 牙膏洗衣液 怎么都没了 罗云经常清洗头发 以及贴身衣物 她自己清洗 如今 发现家里的东西空缺 她声音十分不耐烦 我妈着急解释 家里的东西用完了 我去 我来你家之前 你家不洗澡吗 你家不用这些东西 用完了就去买呀 难不成要我去买 我一个孕妇 怀着你家孩子 我又没赚钱 那点钱在我身上 就给我一点安全感 该不会逼着我 拿钱出来自己买吧 罗云语气 已经是咄咄逼人 之前语气还温柔一点 可如今对我妈好似仇人 她每个字 都带着重重的鼻音 极尽阴阳怪气 我虽然生气 但是觉得 我妈是自找的 她若不反抗 以后就过这种日子 半上 我妈抽抽耶耶道 可是我们的卡都给你了 混账 给我卡 难道你就不会想别的法子 没用的老东西 还想着给自己儿媳娶娶媳妇 老东西没用 还光想着生儿子 恶不恶心 说起办法两个字时 弟媳看着我 我知道 她算盘珠子打得很响 想要挟我妈 找我要钱花 结果我妈并未找我 这段时间 我妈都没找我哭诉 也没找我麻烦 她好像知道对不起我 所以尽量在我面前 缩小存在感 她去找我弟 我弟给了一些钱 她便去买了日常用品 可老人家买东西都很节省 什么东西便宜 就买什么 和以前我买的日化用品 档次不同 因为这件事 弟媳妇差点把天都掀开了 找我的老公要钱 结果根本舍不得 买之前那些东西 是觉得我不配 还是把我老公的钱 拿着想攒私房钱 老东西 你挺恶心的 竟然算计我这一套 偷我的钱 却不肯用 给我找一些假冒伪劣产品 你想害我流产 这一次 弟媳对我妈丝毫不客气 扬起手打了我妈一个巴掌 那巴掌不轻 反正我妈半边脸是肿胀的 我妈从未受过这种委屈 这一次把我看傻了 不过和我没关系 她自己窝囊 那就受着这一份窝囊气 晚上 我弟下班回家 弟媳妇撒娇闹事 老公 家里你姐不喜欢我 好久不搭理我 整天对我翻白眼也就算了 你妈也不喜欢我 给我买假冒东西 差点害我小产 我肚子孩子都是你的呀 你得为我做主 我弟立马把枪口对准我妈 几乎罗云说什么 她便相信什么 把我看得一愣一愣 她不仅仅对我排斥 对我妈也毫不例外 妈 罗云怀孕 你细心点 她性格是有点敏感 人心肠不坏 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子 你当婆婆的 咋就不能宽容一些呢 我又不是没给你钱 罗云说我妈 我妈尚且能忍 可是弟弟说我妈后 我妈泪如雨下 她冲到楼上天台 哭得瑟瑟发抖 抱着双膝蹲在地上 可怜又可悲 好像感受到 我在背后看着她 她擦干眼泪回头 女儿 妈妈是不是很窝囊 我不假思索 是很窝囊 但凡你强硬点 她也不敢 是你自己给她机会 对你蹬鼻子上脸 怪谁 我妈叹息一声 怪我自己 我原本以为 我只要对她好 她就不会找茬 就会家和万事兴 可是我错了 她根本养不熟 哟 终于醒悟了 家和万事兴 也要对感恩且值得的人 面对无耻者 再怎么好 也五不热那一颗硬冷的心啊 女儿 这段时间你很清静 但是以后你多配合一下我 好不好 我知道 这个家若想维系下去 我不能一味地窝囊 尤其是你那个不争气 或悉尼的弟弟 看见我妈醒悟 我十分欣慰 毕竟妈妈是个好妈妈 这些年对我也尽到慈母义务 虽然以前对我比较严厉 但她不偏心 从来不会因为弟弟比我小 而要求我让着弟弟 当初她坚决送我上大学 尊重我的选择 只要她放下身段 跟我好好交心 我自然就能迅速和她共情 好 妈 你想怎么做 把你盖房子的流水打出来吧 以前你出了很多钱 我妈吩咐道 随后我马上去了一趟银行 把流水打了半夜纸 我自媒体职业 在家里拍拍视频 一个月更新五次 我隐形的身份 便是百万粉丝的网红博主 月入好几万 我弟那种月入几千的 也不敢跟我造次 罗云吃我的 喝我的 她凭什么在我家里遗址气势 我爸妈虽然有点养老金 可那也是多年前 我一口气给他们分别出了好几万 否则我爸妈哪里有一毛养老金 不知死活 不懂感恩的弟弟和弟媳妇 这一次我要把他们往死里撕 彻底打服 罗云在我妈面前摆谱成功后 就更不拿我妈当个人 第二天中午吃饭 我妈一盘肉里 放多了她不爱吃的姜片 她便一把把桌子掀开 妈 我运土 吃不得姜片 别人吃姜只吐 可是我不同 我吃姜片只会呕吐 你怎么总是记不住 这一次 我妈不再客气 而是冷声道 没事 吃不了就自己做饭 自己买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别找我 以后我煮什么你就吃什么 不吃拉倒 可以回去让你妈给你做 我在旁边好整以侠瞅着 这一口气是十分舒心 弟媳愣了五秒 惊诧辱骂 老东西 你竟然顶嘴 我让你儿子撕烂你的嘴 随后 罗云打电话 让我弟弟滚回家 说我妈要杀他 半个小时后 我弟风尘仆仆感而归 他急忙护着罗云 虎视眈眈瞅着我妈和我 又怎么了 看我不在家里 就欺负我媳妇 你们一个个欺人太甚 还把我这个男士放在眼里 我可是男士 博士说是不如男士 我是家里的顶梁柱啊 我妈气不过 伸出手便狠狠甩在我弟的脸上 趁着我弟发火之前 我急忙拿出银行流水 你们两个从家里滚出去 这流水在这里摆放着 家里出了盖房子 给父母以前交了几万拿养老金 以及弟弟 你新房的家具用品 都是我的买的 你们说我没资格要求你们 只因为我是女儿 可爸妈有资格吧 爸是男的 他有资格让你们滚 若说没儿子 爸妈还能直接 把你小堂弟过户过来 只要有钱 我家不缺听话的男娃 要让我弟知道 他不会是家里唯一的男娃 否则他男是无敌的观念 十分严重 也要让弟媳知道 家里的一切开销 都是我 我才是家里的财神 否则他总以为赶走我 可以获得家里的一切 当我把证据摆放面前时 弟媳破大房 你在家里无所事事 怎么赚钱 竟然觉得我无所事事 我把自己的账号扒拉出来 再把后台收益放出来 看清楚 我有多少粉丝 再看清楚 我流量费和广告推广费 虽然我赚得不多 但一个月三万打底 我弟苦茶子都是我给买的 你睡的新床垫也是我买的 所以你有什么资格赶我走 最近一直跟我妈过不去 还不是看我不顺眼 总觉得给我妈施压 我妈就会求我走 但真把我弄走 你们准备喝西北风 我言辞犀利 不给他们留下一点面子 我弟尴尬无比 低头不语 难是气焰顿时为你 弟媳着急碰了一下弟弟的胳膊 家里的钱都是你解出的 你不是月薪好几万吗 我弟急急忙忙道 别说了 他丢人了 以前装逼吹牛 自己盖房子 自己能力强 但也只是在县城当一个保安而已 他能赚几个钱 拿着我的架势 吹牛骗媳妇 还真的把罗云忽悠得一愣一愣 他当保安 一个月四千 罗云 你当真不打听 你瞅的男士是什么水平 我就爱看 他那五官扭曲变形的样子 听闻我打脸的话 弟弟嘀吼一声 你别说了 说罢他上楼沉浸在房间之内 弟媳妇也急忙上去 不一会房间里传出吵架的声音 我妈拉着我坐下 让人快递送来一个榴莲 我们二人在楼下吃 好在我妈知错能改速度快 也是受瘦瘦瘦太狠 如今变脸速度比我快多了 经过我们这一次的发难 弟弟和弟媳乖了 甚至会主动做家务 拖地 洗碗 就好似变了一个人 我妈十分欣慰 只要能改正 为家和万事兴为目的 以前的事我能一笔勾销 是啊 我也希望和和睦睦 热热闹闹 其乐融融 原本我以为这种日子会一直持续 可直到我发现 罗云一个秘密 她最近半个月频繁外出 每次出门都十多十分干净整齐 脸上还化妆 走在路上不断照镜子自拍 有时候从外面回来 身上会沾染一些别的味道 我对这方面十分敏感 总觉得弟媳妇有点劈腿的倾向 可是我不能胡乱猜疑一个孕妇 直到有一次 一个邻居拉着我低声说 你弟媳妇在外面吃呢 跟人勾肩搭背 十分亲密 也不知道收敛点 要知道肚子的孩子很重要啊 所以我在不想猜忌 也按捺不住好奇 我便打算亲自跟踪弟媳妇出去看看 毕竟是我家一份子 我也不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万一孩子折腾得保不住呢 岂不是白白牺牲一条性命 跟随罗云一会 我竟然真的看见他和别的男人轻轻我我 那个男人还是一个黄毛 看起来没什么素质 随地丢垃圾 丝毫不在乎言行举止 颇为混混气质 可罗云对那个男人却满眼崇拜 好似那混混的举动多阳刚之气 我待大为震惊 直到看见弟媳和那个男人进去一家酒店 我觉得我三观都被按在地上狠狠摩擦 有些事自然发展更为精彩 我并未第一时间告诉我弟 而是装作若无其事 直到一次我半夜睡不着 听见罗云躲在阳台上偷偷打电话 孩子马上预产期 可是钱并未拿到多少 不过也无所谓 给孩子找个爹挺好 自己养太累 但是韩家这边人手多 养孩子没什么太大压力 主要是我大姑子太厉害 要不然这一家早被我卖了 你放心 等孩子到了三五岁 我就可以带走 到时候让孩子认祖归宗 韩家就鸡飞蛋打 韩家明明没一点本事 根本配不上我给他们生孩子 我跟他们在一起吃饭 都觉得晦气 饶是知道 罗云不是一个好好过日子的 可此时听闻他的话 我也觉得十分震惊 如此惊世骇俗的行为 他竟然理直气壮 实属可笑 可我偏偏不会把消息告诉我弟 起码得让罗云生了孩子后 再让我弟知道真相 如若不然 那个地震般的结果 根本无法让我弟买单 我没反击 带着我妈打算出门旅游一段时间 家里的一切交给我弟 弟弟 家里你多淡呆点 妈妈心情不好 我打算带着妈妈出去游玩一段时间 家里你们两口子当家做主 我拍拍弟弟的肩膀 可是我弟却一把拉住我的胳膊 你们走了后 罗云吃饭怎么办 他是孕妇 他需要人照顾 我吃笑 你可以请假照顾他 你不是很能耐吗 给你一个显摆你能耐的机会 罗云站出来 刚想对我妈发怒 我便凑在他耳朵跟前低声 弟妹 不要闹她 我知道你喜欢外面的黄毛 若是不想我起底 你不好生孩子 那就暂时闭嘴 好好在家里待着 罗云千言万语 化作堪比吃祥的神情 着实可笑万分 很快 我带着我妈出去旅游 顺便接走我爸 她身体不好 我可不能让她去工地 给不值得的人卖命 四个月后 我们度假时期 忽然接到我弟的电话 姐 你们赶紧回来 罗云要生了 我妈差一万分 这才怀孕七个月 怎么要生了 我自然不会把真相公之于众 而是带着爸妈连夜赶回去 医院里 大夫说 母子平安 足月生产 孩子八斤 足月这两个字 震惊得我妈连续后退 可我爸不清楚 反而开心无比 我有孙子了 不一会 我妈讽刺到 时间不对 七个月生孩子 这叫足月 这孩子 不是我寒家的 生孩子 日期这种事 我妈还算比较敏感 并不好糊弄 反而我弟 和傻子一样 抱着别人的儿子 在我们面前炫耀 装大 以止气使 哈哈 我的儿子 我竟然有儿子了 爸妈 你们是不是也很开心啊 你们有孙子了 从今以后 还不得多给孙子 创造一些东西 随后 我弟对我显摆 那一脸嘚瑟 让人作呕 姐 这是我的儿子 也是你的哲儿 以后家里的一切 都是他的 你以前再厉害 再给罗云下马威 但是你也不如他 他给我生了儿子 他是韩家的大功臣 大功臣 我弟在得意忘形之时 我进去罗云的病房 看了一眼 他面色红润 身体恢复很好 竟然可以下地行走 果然年轻身体好 生孩子恢复快 和玩一样 看见我的那一刻 罗云恨不得用鼻孔瞪我 大姑姐 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啊 我刚想声呛几句 却发现 罗云竟然佩戴我的首饰 黄金首饰 如今他才刚生完孩子 竟然迫不及待 把我的首饰配在身上挑衅我 大姑姐 别生气 我是一个虚弱的产妇 若是把我刺激太过 我发生什么时候 你过意不去 他说得对 哪怕我要给他算账 但也不会趁虚而入 我忍 忍他坐一个月子 可是在月子期间 我弟想方设法给他钱 出去借 去找平台给他弄 送他去最好的月子中心 给他浑身挂满首饰 一个月子 前前后后 我弟花销了小三十万 我爸妈拉都拉不住 但凡奉劝我弟一句 我弟便说 你们心肠歹毒 连一个孩子妈都容不下 他已经被彻底洗脑 洗成一个恋爱脑 不过 月子期间 我不出手 直到满月那天 我发现我的县城 房产证 被罗云拿着 饶事我再能忍 在这一刻也爆发了 正好满月 他不再是弱者 我立马拿了一份 我弟和孩子的鉴定书 丢给我弟 你好好看看 我弟上一刻 对我你死我活 可是看见鉴定书后 我弟连连后退 几乎站不稳 需要靠在墙上 半上 我弟支支吾吾 这 孩子不是我的 罗云的孩子 跟我没关系啊 可是我那么喜欢他 我给他花那么多钱 他为什么欺骗我 罗云呢 我去找罗云 可是罗云提前收到风声 在我弟找他之时 他竟然带着孩子走了 消失在我家 杳无音讯 我弟给人家到处借钱生娃 坐月子 把罗云当公主皇后一样养着 他投入太多 超负荷投入 如今老婆孩子鸡飞蛋打 他焉能不伤心 我建议爸妈赶紧和弟弟切割关系 爸妈可不想给罗云当冤大头 连夜把弟弟驱除家门 为了一个骗婚女人 伤我们全家 这个儿子不要也罢 我妈怨气如鬼 现在对弟弟恨之入骨 弟弟始终想着罗云的事 他无法接受 便天涯海角追逐罗云 他朋友圈总是发几个消息 不管在哪里 我都要找到他 让他不得好死 一年过后 弟弟发来信息 说是找到罗云 不仅如此 他还杀死了罗云 我都要吃了 我都要听 嗯 那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